可以可以看得到 啊 啊 啊非常感谢 啊谢谢各位 哎王博你切换一下那个播放模式 现在是有备注的那种模式 有备注的模式 所以应该是上面显示设置里面 你看能不能 切换一下 那我重新共享一下 重新共享一个屏幕 也可以你应该是两个屏幕对对 现在呢 啊好了 啊好 啊各位老师啊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然后我是湖南大学的王小琪 啊特别感谢贾老师的邀请和主持人的介绍 我今天啊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几个工作 然后我今天会报的主题是基于投资家都学习的药物发现方法研究 啊这啊传统的药物发现的话 他时间长发运高成功率非常低 平均一个需要12连14亿的买进 然后进行进行然来随着生物医学数据的爆炸性增长 多组学数据驱动的IR技术在药物发现的各个领域 各个阶段大方异彩 美国的这个MIM公司预测2027年IR药物市场将达到40亿买斤 然后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的增长和统计中 其中尤其是基于生物网络的IR技术深受药物研究者的关注 这主要是因为生物的生物医学网络 能够非常自然的模拟多药物多法标的自然规律 同时也满足一个多组学融合的发展趋势 但是生物网络也存在它的一些特点或者说缺点 比如说吸收性 它有效的生物标签特别少 难以直接应用于传统的机器学习和生物读学习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高外性 它的节点和边可能超过百万和数十一条边 导致较高的一个计算量 因此进行按来这个基于自然度的表征学习技术 因缘而生也受到了各个研究者的一个关注 这是在计算机领域的几个顶话上的一个简单的统计 然后自然度学习的话 它能够利用网络自身的节目数据构建自然的任务 然后将高外的表征 将高外的空间降低到低外空间的一个稠密的表征 但是面向生物网络之间的表征学习 还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就是它相比于CY和NLP领域 生物网络的自然的表征学习 还处于一个初步的发展阶段 第二就是如何保持生物医学语义之间的语义属性 这些特征对生命研究是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现有的方法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三就是大多数的研究仅限于单任务驱动的自然度表征学习 如何将多任务学习和自然度表征学习有机融合 也是一个进一步提升要发现的一个关键 然后我们针对这三个挑战 然后其初也展开了一些研究 然后整个大概的流程就是 构建一个生物意志网络 通过一些公共的数据集 构建一个生物意志网络 然后提出了一些自监督表征学习技术 把它降到DI空间 在得到高质量的表征以后 然后再利用传统技术学习 或者多层感觉进行一个要求发现 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图资监督表征学习这一块 然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 在开始极大多数的研究 它主要关注于这个抗病毒药物的一个发现 比如说它去阻断这个病毒和素素蛋白的结合 结合融合复制等过程 例如这个2020年2月初 里兰医院是发现 达罗纳维可以抑制病毒在人体的复制 但是后面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现和深入 发现这个炎症风暴是导致疾病 导致这个患者病情恶化和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之前发现的一些那个抗病毒的药物 在这个炎症风暴的治疗炎症风暴的作用不是特别有效 另外一个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它这个关于新冠的炎症的数据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特点 然后提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展开的研究 首先是结合收集的药物 构建了一个生物抑制网络 包括药物 蛋白 疾病 副作用四个节点 还有它之间的一些关联关系 其次提出了一种路径驱动的之间的表征模型 获得生物实体的高重点表征 接下来利用这个乖纳矩症风解方法 预测药物和蛋白之间的关联关系 然后最后争断 研制风暴的两个关键把 关键把标一个是肿瘤化死因子 另外一个是白晶素6 分别预测了20个高质量的药物 然后接下来通过关联图谱分析 进一步过滤掉不满足的一些药物 然后并且通过这个 纹线分析进一步过滤 然后最后我们建定了22个抗炎症的 抗新冠炎症的药物 然后其中14个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可以能够治疗 第一次发现 然后有8个是已经在临床测试应用当中的 当时这个数据当时是当时的 现在的话肯定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并且我们通过纹线验证和分子对接技术 对我们预测的这些药物的机理和外观的绑定模式 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统计 最后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提出的表情技术 我们把它应用到了这个生物量预测 分别是三种 这个疾病和蛋白 蛋白和药物 药物和副作用 然后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因为从疾病到蛋白再到药物再到副作用 打通了整个技术磁酸体系 另外一个把它应用到药物的ITC代码的一个分类 最后就是药物药物相互网络的一个成功 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的自营表情学 其实都取到了一个较好的成果 在构建生活移植网络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四个类型的节点 药物蛋白疾病 然后六个类型的边 然后这些的数据都来自于一些公开的数据节 比如说Drunkbank CTD这些 然后 著名的Drunkbank 他2014年就提出了 就是这个随机游走序列当中的 从网络当中进行随机游走 他得到的这个序列可以当作文本的句子 然后他随机游走出来的这个节点 网络当中节点的频率和自然语言当中的频率 它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密次率的分布 所以可以把随机游走的序列当作一个文本 其次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 探索发现了它的生物网络 它具有一个 它是一个多数流结构的特性 具有多数流结构的特性 就是蛋白和药物 它是一个关键的把标 跟其他的 拥有更多的边 与其他节点拥有更多边 和关联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工作 在这两个特性的前提下 然后设计了一些 23种原路径 每一种原路径都是从药物和蛋白开始 然后在这些原路径的约束下 然后进行提取生物路径 然后把这些锯子 把这些提出来的路径把它当作锯子 然后我们采用一个之间的模型 也就是最有名的这个时期 研码预测的之间的模型 就是随机每一条锯子来把这所有的生物路径 然后当作一条锯 当作我们本的锯子 然后随机选择15%的节点 进行一个Mask就是研码 然后再后宁愿深度学习来预测 就比如说这条路径进来以后 我们随机选择一部分 用这个特殊字符代替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Transform模型 去把它重构出来 然后基本的网络框架的话 用的就是经典的这个Transform的编码器 我们没有做任何改进 前是一个多头注意力 然后一个层乖一化 然后全连接 然后这样一层一层的堆跌 还有包括之间它采用的一个承擦网络 然后得到表径以后 我们利用锯纳矩症分解技术 然后预测药物和蛋白的一个关联关系 然后根据它的一个智信度 分别证断白金素6和肿瘤化死因子 选择突破20个药物 并且根据关联图分析纹纹验证 分析这些进一步的过滤和 进一步的过滤和激励分析 然后这是我们最终的实验结果 就是发现了 分别证断的这两个药物 总共发现了22个 并且把相应的一些纹纹验证 也进行了一个列在了里面 然后我们通过纹纹也发现 这些22个药物的抗炎症的激励 其实它并不是一样的 比如说有些药物它是通过 其中有6个药物是降低mRNA的稳定性 还有一个药物是降低mRNA的表达 等多种途径 并且我们对它的距离进行了一个 在外观的 在外观层面 然后对它的绑定模式 也做了简单的分析和验证 然后也发现我们预测这些药物 它具有一个较好的绑定作用 绑定模式 然后其中八个药物的话 八个药物被12件单位进行 当时已经进入了一个抗新冠的灵状测试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表征学习 应用到这个药物药物存活网络 这个任务就是说 首先我们应用表征学习 直接计算节点之间的与逆圈相似度 然后根据节点的与逆圈相似度 进行排名 选择TopCag 然后与真实的链接进行比较 比如说就是这里 我们有选出了五个 其中前五条边 然后但是真实存在的有三个 那就三取五零点 它的总确率就是零点 零点六 然后这是我们跟其他方法的一些比较 然后也发现我们的方法 显著的高于其他方法 接下来就是要ITC分类 要ITC分类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多标签分类 就是每一个药物 它有在ITC的话 它分为好几类 好几集 我们只是预测它第一集的 一个ITC代码分类 然后每一个总共是有14类 所以它的这个预测 这个任务的难度比较高 所以所有的任务的精度 也都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们还是比其他方法 要闪著的高很多 然后前三个的话 它是指标越小越好 然后后面的准确率是越高越好 然后最后就是链路预测 这个就是跟药物把镖一样 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 链路预测的任务 然后就是疾病 蛋白到把镖 把镖到药物 要我摘到副作用的整个体系 好我们在这些不同用当中 也取得一个很好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验证了 这个表中的崴度 对我们模型的影响 然后我们发现 随着表中崴度的增加 预测的性能有所提升 但更 这可能因为是更高的崴度 可以编码更加丰富的一个信息 但是当崴度达到一个预测之后 它的性能就去一个饱和和下降过程当中 这跟许多纹线当中的一个结果 也是比较一致 好另外一个就是在表中的崴度 它会给时间带来一个 时间和效率都会带来一个影响 我们发现当崴度效率768的时候 时间是逐渐增加 然后但是当它大于某一个预测的时候 它就会剧烈增加 所以考虑到这个性能和时间的效率 我们把它我们的维度是定在768 然后第二个工作也是在第一个工作的基础上展开 然后第一个工作主要是做这个药物纯定外 或者药物把表相互作用预测 所以它的一个应运相对来说比较窄 也是比较有限 然后而链路预测的话 它更加广 比如说它涉及到一个蛋白和蛋白相互作用 蛋白和疾病 然后也是在前面的一些当中有所 在第一个工作当中有所一些接触 或者初步的探索 但是现从面对生物网络预测的一个表征 它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过程当中提出的基础 生物路径严码的这些能表征学习模型 它只能捕获一个局部的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上下文关系 然后重构其中的每一个单词 所以它是只能捕获一个局部的拓谱和语义 忽略了一个全局的信息 如何捕获网络当中的局部和全局 就是这种多尺度的语义信息 是一个关键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之间都学习 如果很多之间都学习的目标 和下游的任务之间 它是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 所以导致严重的一个浮潜移现象 所以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方法 首先也是一个构建一个生物移植网络 其次我们也是设计原路径 然后生成它的一个 根据原路径生成它的那个语义路径 我们把这些 从网络当中提取出来的路径 把它设置为 把它定义为是真路径 就相当于我们的一条 文本当中的一条语 那个语义 语义那个叫什么 语法合理的证据的 还有接下来在这些 真路径的基础上 我们对它进行一些随机扰动 然后把它变成一些外路径 就相当于一句 来了一段话之后 我随机把单词打乱 或者是替换 然后让它变成了一个 不满足语法的一个句子 然后这些真路径 也是采用生物实体 研码的之间的表情技术 就是也是运用到一个 transformal编码器 然后进行一个编码 这样来 然后但是接下来 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话 是在第一个工作当中 已经用到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是把真路径和假路径 输入到另外一个 transformal编码器当中 让它预测这条路径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就是它这个的话 它这个任务的话 它必须理解整个路径的一个 整个路径的语义关系 整个路径的语义知识 所以它是能够捕获一个全球的信息 最后把它俩做一个简单评价 进行不同的一个量预测 然后我们这个工作的话 就是在八个生活意识网络当中 它是由跟三十种方法 进行了一个比对 然后都是取得一个不足的成绩 性能 然后就是假路径生成 就真路径的话 就是根据原路径 根据原路径进行一个随机游走就可以了 假路径生成就是对来了一条正路径之后 我们随机替换当中的其中有一些单词 但是替换的这个节点的个数 它是要小于路径的长度 然后另外一个替换的条件 就是它跟上下纹的 它跟上下纹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这个在这条正路径 191817和16我们把19用T2 E2来替换 另外我们这个 E2这个节点和19这个节点是没有一个关联关系的 然后这是在 这是在一个 在这个数据纸上的一个性能验证 然后也是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是在另外两个 这两个都是一个复杂的生活意识网络 也就是医治的生活意识网络 然后这是在另外的生活 就是生活网络当中的一个性能 都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后除了前面这些比较复杂的网络 我们也在一些简单的生活网络 比如说CTD CTD当中的DDI就是药物和疾病 这个网络的话它只有两个节点 两类型节点 然后这个DDI的话就只有药物 药物这一类节点 然后与现有的一些方法进行比较 然后也是结果不错 但是很显然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任务上当中的一个提升 不是特别高 就是比其他方法 我们推测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网络 比较简单 所以所有的方法都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然后最后做效用实验 我们把首先是替换那个下游的分类模型 然后来预测看我们对这个表征的一个影响 然后这是一个不同层次的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局部和全局嘛 然后我那是不是因为你这个通过拼接以后 不是因为局部和全局带着影响 而是拼接以后他的因为前面我们发现 就是更高维度的表征可以编码更多的信息嘛 是不是因为这个影响 我们发现也不是 确实是这个局部和全局的一个融合 是能够获得一个较高的信仰 然后这两个工作的话 当时也提交了国家金融组科学书中心 也受到了一些关注 然后也受到了一些公众上的报道 然后在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 我们又开始了第三个工作的探索 就是西伯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分析 2020年到2022年的 将近500篇之间的任务 发现大多数的研究 局限于单任务驱动的之间的模型 然后它就是相当于我设计各种各样的 之间的任务 然后来提升它的性 但是目前还很少有人探究这个 多任务之间的学习 多任务驱动的之间的模型 然后并且当然也有一些人 做了一些简单的探索 包括我们的第二个工作 其实也是两个任务的一个融合 但是这些大多数任务 它都是根据固定的一个组合策略 将不同的任务进行混合 忽略了不同组合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比如说现在我有ABCDE五个任务 那可能如何组合它们 它们组合的性能 带来的性能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ABCDE的性能组合 可能不如BCDE的性能组合 甚至ABCDE的组合 不如A和B性能的组合 因为它这些任务之间 可能处在一些噪声 或者一些信息的冲突等这些 所以我们正在这个问题展开我们的研究 首先也是基于一个生物网络 然后药物疾病蛋白三个网络 然后基于网络的结构 语义 属性三个模态 然后设计了六个自家动任务 然后分别是这六个 然后后面我们会简单 就是爱一个介绍 然后这六个任务驱动图注意力 就是经典的图注意力网络得到表证 得到表证之后 我们对这个单任务的单任务 模型的性能进行分析和统计 然后 对得到表证以后 我们进行多层感知 进行预测药物 药物相互作用和药物 蛋白相互作用 进行一个验证 然后基于这些单任务驱动的 药物发现的性能 然后我们设计了多任务组合 然后根据三个原则设计了15种 多任务的组合 然后再提出了基于图注意力的 多任务对抗学习框架 然后得到多任务的表证以后 然后也是进行在药物发现当中 进行应用 然后进行一个性能的分析 我们发现多模态的这个任务组合 可以得到最好的性能 如果当模态相同的情况下 局部和全局的一个组合 可以获得一个更高的性能 首先是结构 就是基于结构 结构的话是网络当中最常见 也是最自然的一个模态吧 比如说在网络当中 每一个节点 它具有它的一个度 度的个数 比如说1的度是3 2的度是4 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也是预测这个计量系数 当然度就是最简单的这个 结构结构信息 所以但是它能捕获到的结构 信息太常有限 所以我们就提出一种 聚类系数的方法 也就是说 首先根据网络科学的方法 来预测来标注 每一个节点的聚类系数 然后接下来利用神经网络 去预测这些 每个节点的聚类系数 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只涉及到聚类系数 它只涉及到节点的一阶邻居 就是比如说节点二 它的邻居一和四三十 这一阶邻居 它不会涉及到更高阶的 比如说二阶三阶 甚至更四阶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它只能普惠一个局部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又设计了 这个路径分类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话 就是它来 我随机取两个节点 但是这两个节点之间 必须要有路径 没有路径的话是不行的 比如说我随机取了六和八 我预测六和八之间的 最短路径的长度是多少 比如说四和九之间的 最短路径是多少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就是把路径大于等于四 就是最短路径长度 大于等于四的情况下 我们把它划分到了一类 这主要是因为 一些研究已经发现 就是当它大于等于四的时候 它的这个节点之间的差异性 就不是特别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网络是一个小 就有一个小世界的属性 就是六度风力 通过六个人的话 一般都可以相互认识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处理 然后这样的话 既可以降低这个计算复杂量 也可以提高 满足它的一个性能要求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涉及到了一个二阶三阶 甚至大于四阶的一个信息 所以它就能够捕获网络的一个全球信息 除了这个结构以外 我们的生物网络是一个抑制的 然后不同的节点之间有不同关系 比如说药物和疾病之间是一个重要的关系 蛋白和疾病之间是一个 蛋白的变异可能会导致疾病 药物和蛋白之间是一个绑定的关系 它不同的实体类型之间 它的语意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两种基于语义的 之间的任务 第一个也是 就是跟前面的那个mask模型有点像 就是我们随机mask掉一些边 然后让这个图形 让这个图形网络来预测 每条mask的边的类型 也就像简单来说 就是预测边的一个类型 然后另外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因为边的类型 它是两个关联关系 也是只设计到一阶 所以它是一个局部的语义 然后接下来 我们设计了一个 相比于语义关系的话 它的路径 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原路径 或者生物路径 它能够捕获更加复杂的语义关系 所以我们也是在第一个工作基础上 就是多数据结构特征的基础上 我们设计了 在这个工作当中设计了16种原路径 然后每种原路径代表不同的语义 比如说蛋白一 疾病一 药物一 就代表这个蛋白一导致疾病一 然后疾病一又能够拜药物一治疗 包括其他的路径的话 也有其他的语义 然后我们就是让设计好以后 我们进行采样 采样完之后 让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模型 去预测每一条路径 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多分类的任务 因为路径它是设计 这里的话我们的路径的长度是 所以的话它是能够捕获 相比于第一个的话 它是能够捕获一个全局的一个信息 更加广阔的信息 所以它是一个属于全局 全局的之间的文物 然后除了结构和语义 然后接下来就是属性 因为尤其这个相似性属性 就是万物之间皆有相似性 就看相似性高和低了 比如说药物之间的 Smile序列的相似性 蛋白之间的氨基酸序列相似性 疾病之间的某个相似性 我们就是第一个任务 就是来预测两个 随机选择两个节点 它之间的相似性具体是多少 这个任务的话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严重依赖于 特征空间的相似性 但是现在的相似性 都是人外设计的 比如说这个 就是古本系数相似性 它都是人外设计的 可能并不是特别 不能够非常准确的 来评估实体之间的相似性 那这个时候它可能 这个之间的任务的性能 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就对这个任务进行 进一步的优化 然后提出了这个 与一的这个 相似性比对的任务 相似性比对的任务的话 就是说我随机取一个三元素 比如说五七九 这个三元素 我们只需要预测 五和七之间的相似性 大于七和九之间相似性就可以了 不需要来把五和七之间相似性 和七和九之间相似性 具体的预测出来 所以它就能够降低对相似性的一个依赖性 然后这个任务也是我们首次提出来的 因为前面的任务可能在其他文线当中有类似 或者也有一些之前已经做 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已经做过 然后这是一个具体的设计的一个损失 函数 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损失函数 然后这些之间的任务 来驱动经典的图置应用网络 然后生成一个表征 然后并进行应运到了 药物药物相优作用和药物 药物法标相优作用预测当中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性能的分析 我们发现在单任务的之间的模型当中 就是这个全局信息驱动的 比如说这两全局信息驱动的任务 它的性能更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跟弱约数和强约数来比较的话 因为这一个的话对相似性的依赖性比较高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强约数 而相似性比对的话 对相似性的依赖性比较低 所以它是一个属于一个弱约数 我们发现这个弱约数的性能 是高于强约数的性能 当然在这一块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考虑到时间问题 我就放了一组结果 而在单任务的基础上 我们进行了一个多任务的 多任务的探索 就是六个之间的任务 可以产生很多种组合 甚至说是非常多的组合 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特别高的工作量 和计算复杂度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的一些限制 在三个原则的基础上 设计了十五种自己的任务 首先就是强约联合 是否能够获得更高的一个性能 你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我们发现这个全局驱动的任务 可以获得一个更高的性能 弱约数可以获得一个更高的性能 那这些强约组合 是否可以获得一个更高的性能 另外一个就是多模态 将这些结构与一属性 不同的模态组合 是否能够得到一个更高的性能 而最后就是要求每一个任务 必须被组合偶测 避免有些任务被固域 然后导致一个数据不够 那个具有一些偶然性 然后基于这三个任务 我们设计的这十五个 然后大多数是两个任务 然后有四个是三个任务的组合 然后再 接下来我们又 为了进行多任务的一个表层学习 然后提出了一个 多任务对抗框架 我们这个框架的话 是可应用于多个任务 但是为了这个方便理解 我们先以两个任务来 介绍一下 假如说有两个任务 然后任务一的数据来了以后 我们首先通过私有的一个GIT模型 得到一个私有的表征R1 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公有的表征 公有的GIT模型 然后得到一个公有的表征 然后把这个公有表征和私有表征 拼接完以后 拼接在一起 然后进行一个自家的任务一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聚来系数预测 或者说是那个语一 语一关系预测 这是任务一 并同时这个共享表征 通过这个任务鉴别器来预测 到底你这个表 这一组表征是来自于任务一 还是任务二 这是一个约数 接下来 在这个私有模型当中 私有和公有表征当中 它可能有一些信息泄露 或者一些信息冗余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证教的约数 让它来彼此后 彼此就是表征 私有表征和共享表征之间 就是彼此更加干净一点 然后这样 然后就是相当于来了任务之后 随机选择一个任务 然后来进行任务一的训练 训练完之后 我们再随机选择一个任务 可能选择了任务二 然后进行同样的一个操作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私有模型 针对任务二的时候 它的私有模型就变成了 另外一个GIT模型 就任务二特有的GIT模型 但公有表征还是共享的 然后也是进行一个三个约数 分别是对抗 政教还有自己的任务 然后这就是 也可以在多个任务当中进行应用 如果是三个任务的话 那它就有三个私有GIT的一个模型 和一个共享的一个模型 然后就是总共有四个 如果是四个任务的话 那就是有四个私有模型 然后一个共有的一个模型 这里的话我们画成 把共享模型画成多个 因为是三个当中 就多个的话不好可视化 所以我们画成多个 但是这些当中它是模型 是这个参数是共享的 就相当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模型 大家不要被误解了 然后它的损失的话 就是三部分组成 然后训练的时候 就是随机选择一个任务 然后选择任务之后 然后再选择任务所断应的样本 然后进行一个断应的私有模型 和共有模型的训练 然后回到第一步 就是迭代一次迭代 然后我们发现 把这些多任务得到表层 应用到这个药 也是药物发现当中进行两个应用 然后首先我们发现 当我们首先固定它的模态 就是当它的模态统一 比如说它只有两个模态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局部和全局的一个组合 可以获得一个更高性 就是这一部分 颜色预生的话 它代表性能更高 然后就是当它只有一个模态 因为我们这里的话 只有结构于一三个模态 所以它单模态的组合只有三种 但是结果 它的那个结果也是一样的 可以发现 这是局部和全局可以提的 获得一个更高的性能 在这个 这些任务都是双任务组合 就是两个任务的组合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多任务组合 我们发现随着模态的变化 它的这个任务的组合的 就是多任务之间的性能也 性能也在变化 就比如说当它 这幅度来说 我们的任务还是两个 但是它的模态只有一个 这个组合的话 它的结构 它的模态都是来源于结构 发现性 然后接下来我们随机替换了一个 把它当中的一个 替换成了一个羽翼 这个时候它的模态就是结构和羽翼 两个模态 发现我们任务的各种没变 但是它的这个模态变了之后 性能也变高 接下来我们再随机替换了一个 把它变化到一个模态的情况下 然后任务各种还是一样 发现就是性能有所降低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是两个任务 一个模态 然后接下来是两个任务 两个模态 然后我们再考虑 是不是任务 任务增加对它有没有影响 那我在两个任务的基础 我再随机增加了一个任务 然后这个时候 保证它的模态是不增加了 之前这里是结构和羽翼 结构和属性 那我这个时候还是结构和属性 发现我们任务增加了 但是它的模态增加的时候 性能是变化不大 然后甚至可能有所一些降低 那我们再把其中的一个任务换掉 然后让它变成了三个模态 任务还是保持三个的时候 发现有所显著提升 所以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多模态的组合 可以获得一个最高的性能 然后前面的这些结构 其实做了大量的一个实验验证 然后我只是放了其中的一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多模态的组合 与其他的现有的方法进行比较 那是否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了 然后也分别在不同的测试场景当中 一个是热启动 一个能启动当中都可以取得一个更高的结果 好接下来那我们再想 那是不是这个标签的自监督的目的就是解决标签系数型 那标签对它的以为有一个影响了 就是5比9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5比95的话就是有把所有的样本 其中5%的当做训练级 95%的当做测试级 接下来就10% 9% 就一次增加 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模型的 虽然这个训练级的减小 所有模型的这个进度都在降低 但是我们的模型的话 降低是更少 然后也是更加卢棒 然后那与其他方法比较 那是否能够在真正的药物发现当中有一定的处理呢 所以我们就正在这个炎症因子 白金塑料蛋白进行一个药物发现 我们预测了10个药物 分别就是这10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分子断接的一个验证和分析 发现它具有一个较好 这10个药物和白金塑料之间都有一个良好的结合能力 具有较低的一个能量 我们选择其中的两个 分别是凡德塔利和帕斯塔利进行一个分子动力学的进度的验证 发现它们两个分别在20纳秒和40纳秒的时候就可以进入一个稳定状态 然后最后并且它们的RMSD都保持在4.5到5左右 然后最后也是对它的那个分子动力学的一个外观环境 外观的绑定模式进行了分析 然后发现也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绑定 然后它分别的这个能量都比都比较低 然后9.6亿和11.8亿 那这些都是属于一个计算机的模拟 那到底在一个适时炎的过程当中 它能过去的一个较好的成立 较好的一个性能 或者较好的一个结合力 那我们通过这个表面等离子和共振实验 然后进一步的来验证 发现这个炎症风暴的白金塑料蛋白 确实可以跟这两个药物 白德塔利和帕斯巴利进行一个高清合类的结合 这是在不同的一个浓度之下的一个结果 总的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基于生物意志网络的结构 与艺术系三个模态特征 然后设计了六个任务和十五种多用组合 然后提出了基于图著意念的多用对抗学习框架 并且把它应用到了这个药发现当中 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一个验证和分析 然后最后发现相比随机任务的组合 多模态和局部全机任务组合 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药物发现性能 另外一个针对白金塑料蛋白 我们预测两种高清合力的药物 总结来说我们的三个工作的话 相互 怎么说呢 就是相互联系 但是又相互联系 但是又不是完全统一 然后在每一个的基础上都有一些扩增或者拓展 然后并且把它应用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药物应用当中 然后也感谢 这些工作都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彭川亮的细心指导和排养 也感谢网络中心的李飞老师的联合指导 也感谢我们学院郑先生老师和李渊胜老师的 亲亲帮助和保过建议 然后也感谢我们实验室同学的我的一些帮助和鼓励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王博的刚才精彩的分享 然后现在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王博士你自己能看到就是这些问题吗 我是不是要结束共产 大家能看到 我看到看到 那我 那那那我那个叫什么 挨个的怀答一下 现在屏幕是不是看不到 对 我刚才共产以后好像就看 现在看得到 我看 可以 就第一个问题 他 他问到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工作 分子断接的准确度一般 在什么 率平当中 就是我目前 大多数的研究 就是我看见 因为分子断接这一块 也不是我们一个关注的 关注的点 所以 我说句实话 我也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就是我 看了大量的纹线 因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也看了很多纹线 我搜集了很多工作 我发现他们都 他们都是来通过这个 呃 外观的一个 首先是一个能量 就是一个宏观的评价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键之间的 就是 小分子和蛋白 大分子之间 是否能形成 多少个氢键 或者卤键 这种或者派派堆积 这样的一个 物理 就是物理化学当中的一些 生物作用力 然后第二个是 token和Sentense的建立 是有个考量的 这个的话我们 就是 直接把每把网络当中的 每一个节点 然后当做一个token 然后Sentense的话 就是随机 通过这些路径 然后去约束 然后让它随机 游走出来的路径 就没有做特别 在做其他的一个 特别深入的一个东西 我看到有些走两步 有些走三步 有些走四步 这个是怎么决定的 这个的话 就是路径的长度 是一个就是开放性的东西 就是也是一个 大家没有一个定性的一个研究 到底是两步好还是三步好还是四步好 但是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探索 就是说发现就是这个路径大于四的时候 它的这个鱼翼的质量就会降低 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 就是生物网络确实有一个小世界的属性 然后其实在第三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网络的这个路径长度也是做了统计 发现就是大多 绝大多数都是小于等于四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设计的是小于等于四 没有超过四的就没有再去做了 OK 谢谢您的提问 在第一个问题我再请教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分子对接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没有一个一个标准的答案 我们只需要看它的能量和它这个清剑的数量 所以这个total是主观的吗 还是说也不完全是主观的 还是就是说怎么去看待这个 怎么去评价这个结果呢一般 谢谢老师您这个提问 就是我在做这个实验之前也问过很多老师 或者是这一块的一些老师和同学 他们就是大概的一个说法就是第一含就是能量 能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这些一个相互作用力之间的个数 这些就是目前就是包括很多3S的弄文里面 我看到好多也是这么去分析的 OK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原路径的设计是基于生物医学知识吗 这里的话 这里我们原路径设计的时候是基于这个多数纽结构特性 没有再考虑更多的一个生物医学的一个现眼知识 就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这个蛋白和药物是一个关键的把标 跟其他的实体之间有更多的关联关系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23种 包括后面的两个工作也是基于这个多数纽结构特性来设计 当然如果要是能够结合一些更加深入的 或者更加系统的生物知识来设计原路径的话 这个肯定是性能是更加好 也是对这个基于原路径的表证学习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指导 OK王博士我再问一下 就是你设计这个漏径的时候 你刚才说是要小于4会比较好 然后他里面因为可能有重复 比如说蛋白蛋白之间它有相互作用 药物药物之间有相互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你有4 比如c42加c43加c44 实际上有非常多种可能 都应该可以在网络里找到对应的路径关系 就这种你为啥要选的这23种 我不是特别明白好谢谢啊 谢谢你的提供 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设计这23种的话 就是就是基于这个多数据结构特征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药物和蛋白 就是关键特关键的一个 呃关键的一个点 关键的一个实体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路径都是从药物和蛋白 就前两个节点都是药物和蛋白 然后或者是蛋白和药物 就这样 然后至于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确实就是很多路径之间 它会有一个重复或者包含关系 比如说药物和蛋白这条路径 其实在第二条或者后面的路径当中 都有所设计 然后这个这一块 我们在第二个工作当中 也也有升纲来提出 所以我们做了验证 就是这些原路径之间 其实它的这个路径的一个个数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工作当中 我们进行了一个下采样 那下采样的结果就是会可能会导致一些 数据的丢失 那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混合采样的验证 我们发现混合采样的话 它的那个性能会有提升 但是不是特别高 影响率特别小 然后所以就我们在考虑 就是在下采样过程当中 丢失掉的信息 可能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重复 所以对它来说也不是特别重要 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在设计到小网络的时候 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混合采样 或者设计更多的路径 如果在一些大网络当中 因为它的这个大网络当中的话 它的路径的路径的数量会特别高 然后带来一个这个复杂性 爆炸性的增长 所以你可以采用一些 就是下采用的一个方法 OK好谢谢 好谢谢您的听话 有些人问ITC 风类的数据来源 是否有到这个事情 首先ITC的风类的话 它是转格办克里面都有 你可以直接获取 然后转格办克也有一些介绍 好 另外一个ITC预测当中 如果用一个药物多个ITC的标签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用一个药物 对我补充一下王老师 就是你好您刚才说就是 如果一个药物有多个标签的话 你用了它的第一个标签 实际上它的标签是 它没有顺序 比如它有多个标签 可能就你现在随机选了一个 如果做多个标签的预测的话 就是难度在哪里 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吧 不好意思 我可能刚才没表达清楚 就是药物ITC的话 那药物ITC的话 它就是一个药物 比如说我们的清白素 这一个药物 它的药物ITC 首先在第一级 就是第一层风类上 它就有14个标签 就是ABCD可能就是14个 然后但是每一个药物的标签 可能是这14当中 14个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多个 然后这是一级 然后还有一个二级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是指预测一级 然后一级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多标签 一个药物 如果你有五个标签 那我们就预测五个 如果有两个 那我们就预测两个 就能有多随机化 对吧 OK好 对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看到有些 有些药物 就是有些药物当中 确实是把药物 把买一个药物 只有一个ITC标签 就是我也很好奇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做的 就是经常看到很多 药物当中就会画一个 很漂亮的图 然后买一个药物 只有一个ITC的一个 OK好 谢谢 有老师能否分享一些 中假 假露 假阳性 即假阴性的粒子 可能 以及可能的原因 这个的话 可能 我看一下 假阳性 以及假阴性的例子 这个问题我 看的不是特别理解 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model 肯定它也会 涉到一个evaluation 就是它的准确度 这些evaluation 那些不对的 你有没有看过它怎么不对 有没有分析过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哦 好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 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这一块确实也有所疏忽 就是目前还没有做那么细致的一个分析 当然如果我觉得要是能把这个分析能够深入的理解 或者深入的探索的话 我觉得对后面的一个算法呀 或者实验的设计是特别有帮助的 OK 其实我会更关心一些 比如说它有些错误的地方 它是错误是不是有pattern呀 就是一些特殊的规律在里面 如果能把它找那些规律找到的话 会对后续的这个algorithm的这个optimization可能会有好处 OK 对对对 基本上我的一项 对您这个想法特别好 包括您要这一块如果做了之后 对这个可解释性啊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和帮助 好的谢谢 嗯 对好 你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讲阳性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你模型预测的是真的 但是实际上因为知识有限在在标签里面 它是 它是 它不是 不是真的 所以就有可能就是说 作为一个新的发现 然后进行下游的这个生物学验证 对确实 是的 就是包括我们第三个工作当中预测的那两 那两个要 就是在现有的纹线当中 或者是 数据库当中都是还没有提出来的 就是我们通过层层验证 然后发现它可能确实出了一些一个相关作用 这也是就是在练录预测 就是大家为主要通过计算机的方法来预测练录预测 进行一个量预测 就是发现一些目前还没发现的 或者甚至一些发现错误 就是现有数据错误的一些变 OK 好 谢谢 这个问题也是基于原路径的一个 基于原路径方法当中的一些最常见 也是一些 痛点的问题 就是到底哪一条路径更加重要 然后它的一个重要性如何去评估 就是都是目前还是很少探究 然后也是比较 也是原路径的一个痛 就是基于原路径方法的一个痛点 就是基于原路径最大的一个痛点 第一它需要一个专业 一个专家知识才能设计这个原路径 第二 原路径的设计如何设计 然后包括它的长度 然后它的这个原路径的方法 都是这两个都是它这个方法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就是挑战和问题 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 设计思想是不是和对比学的思想有点类似 对 是有点类似 但是跟 就是大家广泛认识的那个对比 就是在这个损失函数的设计上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也是进行一个 两两之间的一个对比 现在大多数的对比就是 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扰动 或者一个数据增强 然后最后来预测这两个表征的 互信 其实运的最多的就是互信息 互信息最大化 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去从不同的角度设计任务 而是选择不同的节点之间 两两之间 节点之间进行对比 对稍稍之间还是有一个区别 但是您也可以把它当作对比学习的一个范畴 这就相当于设计的六个代理任务 然后一起训练GAT吗 对 这里的话 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就这六个代理任务 是分别驱动不同的 这个图注意力网络的 并不是一起来驱动的 就是每一个任务驱动一个 就相当于一个任务 对应一个注意力模型 相当于就是一套算法 然后相当于六个代理就相当于六个模型 第三个工作的重点是做 之间多任务的多任务组合吗 对 第三个任务 第三个工作的重点就是多任务的组合 并且并不是就是传统的说 我提出了三个 提出了一种多任务的一个固定的组合模型 而是通过这15种我们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 然后来验证和分析到底哪一类是比较有效的 这样的话 我们后面的一些研究者或者说工作 学生可以把我们这个工作当做一个指导 当做一个基种 就说的大连就是基种或者种子来去设计 他们自己的一个多用的模型 然后就不需要再去挨个去试到底哪一类好 哪一类不好 你就是你可以拥运这个局 如果你只有两个任务 那最好是从局部和全局的角度去设计 如果你是多个的话 那最好就是能够设计到一个不同模态 就多模态的一个组合 然后下游任务 应用的下游任务 应用的下游任务是两个 一个是药物和药物之间相互作用 一个是药物和把镖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两个任务也是药物发现里面最经典 比较经典比较老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在表中这一块 所以在任务这一块就买做一个 是否可以用异构图相关的方法 您这个问题的话 原路径的 基于原路径的方法的话 它的出发点就是针对这个网络的异构性来设计的 因为不同的路径之间有不同的语义 所以就能够捕获网络的异构关系 另外一个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原路径的基础上 在用异构的捕神经网络的方法的话也可以 但是这样做的好像不是特别多 对我看见有些团队就是包括在做异构图身经网络 这一块做的最好 就是国内我们做的做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像百游的石川老师团队就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也是基于很多都是基于原路径的 然后包括那个美国的菲利普渔 然后等多个多个人工政筑团队 我发现就是他们都是要不就是直接设计一个异构的图身经网络 要不就是利用原路径然后去驱动不同的网络 或者设计不同的一个网络当中的一个聚合的策略 或者一些模型 然后把两者结合 我可能看到我们现在不是特别多 目前看到的不是特别多 当然也可以去探索 很有可能这两两结合可能会获得一个更高的性能 然后原路径的引拜力的话 就是我们分别得到买一个节点的特征 然后如果是四个路径的长度为四的话 那就是把四个路径把四个节点的表征拼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你发现的两种化合物有查阅过专利吗 化合物和已知化合物的结构相似性怎么样 目前的话专利这一块没有过多的探索 但是我做了一些简单的基本的纹线验证 然后 对哦 这 今天你要来放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基本的纹线验证 然后也是有一些 他们有些纹线也说这两个药物可能会有一个相互作用 但是他们没有做深入的了解 然后另外一个对他们的化合性和结构相似性这一块 我们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 为什么选择 自监督图学型 而不是有监督的图学型 哦 因为 现在就是不管是药物发现领域还是说这个 呃叫什么 就是生物呃 其他的生生命科学领域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标签数据比较少 就比如说这个药物能否治疗啊 这个药物能否治疗这个疾病 其实他这个数据是特别少的 然后另外一个他的这个 因为他药物研发的时间过程特别漫长啊 所以他的这个数据量特别小 然后那在这个小数据量的情况下 这有监督的话 其实深度学习说白了就是通 呃传统的深度学习就是有监督啊 有监督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去训练啊 他慢慢的学习到这个数据里面包含的一些呃 分布或者是一些赖在的关系 但如果你要是这个标签比较小数据量比较小的话 那你是啊很难学到这个深层测的关系的啊 他可能会导致一个过理和或者是啊 泛化能力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采用一个自监督的方法 而自监督的话 那我们利用网络或者或者数据自身的一个特点 然后就不需要人外的标准 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一篇文献来了一篇这个报啊 文献来了之后 他是一个人物传记类还是历史信息啊 历史类还是地理信息类 那这个过程他是需要一个专专家或专家去标注的 那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嘛啊 工作量也比较大的 如果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话 那就更加复杂 他需要可能啊试试验啊 需要这个临床啊更多的一个研究 那如果我们只是对吧 像网络当中的这个节点的度或者聚来吸收 那我们可以就用现有的一些计算机的方法自动的去标注 那这些信息都是来源于这个自身的数据 那可以 也包含了这个网络背后的一个信息 也是对它是有一个促进作用 所以我们就是采运的是自监多方法 新冠的药物成定外 人们选择了白金送给两个新冠 然后去找护选药物 这样可能会极大 新冠药物发生是否直接找新冠药物 您提到这个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现在我们 现在的药物发现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类吧 一类就是基于把镖的 就是我固定一个 我固定一个把镖 然后再去不仅 就不仅是新冠药物发现 包括其他的药物发现 其实目前就是两类 一个就是基于把镖的 就固定一个把镖 然后我针对这个把镖 然后去寻找它的小分子 然后再进行优化 然后层层验证 还有一种就是表型的 就相当于我们古代的 有一句话叫神龙长白草 就是我去疾病来了之后 我直接去测试这个疾病 是否能够 这个药物是否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就这种不需要把镖的一个信息 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就是这两种方法 目前都是比较 就是相当于是封的比较开的 然后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 说是把这两种方法 要进行一个结合 但是如何结合 目前还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都是可以的 这两种方法的话 也分别存在一个缺点 就包括您说的基于把这个把镖 固定把镖之后 它会限制一个研究思路 然后另外一个 基于表现的方法 也存在一个缺点 那你没有把镖的话 它的一些激励 或者进一步的研究 就是会涉及到后面的一些基里 更深层色的基里的探索 的话它可能就不太好研究 对 OK 那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实际上你的网络里面 是有这个疾病和药物的关系的 因为有把镖关系 相当于多个这种节点的感觉 那直接有预测新冠和药物这种关系呢 那也是个可以的 对 医药物从另外的话 目前是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预测药物和这个把镖的关系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直接预测这个药物和这个疾病的关系 对 OK 可以的 不同任务组合在下游任务的评估方式 是线性还是 还是其他在下游用评估方式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把它进行一个简单的组合 组合成两个任务三个任务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多任务的学习框架 然后去做 就在没有做其他的一个深入的探索 对现在我看见好像群里的问题都 我差不多怀答完了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 然后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现在问 或者是之后给我发邮件 然后或者你都可以 我再请教几个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课题 就是到了那个验证那一步 之前到了验证那一步是怎么走到验证那一步来着 我先看看 就是用 OK到这一步 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还是基于啊 通过就是基于把标的方法 确定了一个把标白金色溜蛋白 就是因为它是跟炎症相关 炎症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疾病 不不只是新冠 其实很多这个癌症啊啥的都是由炎症引起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经典的一个白金色溜蛋白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预测 那预测之后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我们这个网络是有700多个药物 那我们分别预测这700多个药物和 白金色溜蛋白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 相互作用的一个概率 然后根据它概率的大小我们选出了这个10个 OK就这个实际耗时怎么样 比如说700个700个小分子和这个蛋白去Dalking 大约耗时多久 哦我们筛选的时候是没有在700个筛选 是用我们的方法去筛选的 OK你们筛选你们最后锁定在十几个吗 就这就这10个对就这10个 这10个和这个蛋白的Dalking要耗费多长时间 哦这个快一天就可以搞定 对包括根据你的这个计算计算机的性能 不一样可能也会有影响啊 OK可以并行运算吗还是说也是one by one的 他是哦这个的话因为我们用的 这种那个AutoDoc的那个就是软件 就是直接直接应该可以并行 对对对AutoDoc它是做的比较好 就是并行应该也是并行也涉及到 OK那如果我反过来做就是比如说我反过来做的意思 就是说我有一个小分子啊 然后呢我去和所有的蛋白 我的所有蛋白应该是人类所有的蛋白去做这个分析 现实中可行吗需要需要消耗的资源有多少 比如说就看一个小分子第一个小分子和所有的黑曼 原理肯定是可行的这个就是已经有就是很早之前 其实跟这个断接是差不多很早就是很经典的问题 肯定是可以做的嗯对就是相他叫反对接吗 反对接对也可以叫做基于派体的药物发现吗 是可以的对但是具体您刚才后面提到的就是这个 呃更加深入的一个探索的话我就不是特别了解 OK明白好的行嗯再往再往OK 嗯其实我其实主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里哈 你比如说你看到的一个他的这个他的energy哈 就是比如说很小你觉得比较可靠 但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小分这个分子 他除了和这个蛋白有binding之外呢 他也有可能和另外一个蛋白也有binding 并且那个binding的能量比他还低啊 这个时候就是大了就是说他的主要的binding 并不是他虽然他和他有很强的binding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你用他去给病人 他那个主效并不是他相当于这个价格只是负作用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反过来的去思考一下 嗯哦对对对确实是会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但是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药物发现的一个卖点吧或者是一个好处吧 如果要是说单要单把单要单把标的话 那有些事情就有些疾病可能就无法治疗 那那你用这个质感发烧的药然后去如果发现能够治疗这个外痛 那他可相当于是他的一种老药新运的方法嘛 所以也是比较有就有价值的 明白嗯好的谢谢 嗯然后还有一个最后就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将不同任务的学习到的表征做拼接 然后直接就直接预测 对在这个多任务当中的话 我们是不同任务得到了表征 哦这里的话就是不同任务 如果是三个任务 两个任务的话 那就是私有任务的表征 R1和R2 然后还有这个RS 那就是公有表征 然后把它拼接在拼接在一起 对没有考虑 拼接在一起之后 就直接做下游的一个药物发现的验证 是否考虑之间多任务 你先用共同训练和联合议 哦是可以的 就是之间多的话 现在有三种学习模式 一种一种模式就是我们这种 就是先封完两阶段 我先学习它的这个我先学习它的表征 学完之后我直接利用表征 做一个把表征收入到下游的 就是其他的模型当中 比如说那个继续学习 深度学习这样 还有一种就是说是预训练 预训练的方法 就是我先通过预训练的方法 训练到一个初步的模型 就相当于大多数的传统的深度学习 是全程初始化是随机的嘛 而这个预训练的话 就是可以通过这些预训练的方法 我先得到一个初步的模型 然后编码器 然后接下来我在下游的任务当中 做一个歪条 歪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编码器固定 然后解码器是可以根据具体的下游任务 进行改动 然后还有第三种方法 就是您说的这个联合训练 联合训练的话 其实跟多任务就有点像 就是把自家的任务和下游任务 共同训练 都是这三种任务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三个任务都各有优略吧 对 信息工程学院出示药物信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多吗 有几位 就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就 我不知道您说的信息科学学院 还是我们活大的信息科学学院还是对的对的 对的 对的 我们这边做的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像曾向阳老师 然后刘元胜老师 还有那个洛家文老师 然后罗兴国老师 他们都在做 对 包括我们这个彭彭上亮老师科学 一直都在做这个 看来一个很大的队伍 因为做这些工作 现在做的这些工作 肯定前期有大量的积累 我想 因为这些数据 包括前面底层的 fundamental的一些organization 可以理解 好的 对 谢谢老师 嗯 那贾老师今天就到这了吗 对哎呃 那个从容你接受一下 嗯好 那呃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次感谢王小琪博士的精彩报告 也感谢听众朋友 特别是提出问题的观众 然后欢迎新的志愿者加入我们 呃本周六还有一个那个报告 好 然后也是在同一时间 欢迎大家也来那个听 然后这次的报告就到这里 好 谢谢王博士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王博 如果有 我讲的有不清楚的 或者是那个 那个可以发 发邮件 我把我的那个微信号 也发到群里 大家也可以 那个